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怎么样新增物件 在Blender里面新增物件 因为刚刚我们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一个立方体 那这个世界就变得很无聊 那在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一个立方体 有相机有灯就没了 所以会觉得有点无聊 那但是你注意到这里有个3D游标 你把它滑鼠按右键 滑鼠左键,滑鼠左键点下去可以移动那个游标的位置 然后呢,你可以选这个ADD 然后呢,Mesh这个功能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有平面,有Cube是立方体 有Circle圆形,UVSphere球体 然后IQSphere是另一种球 Celinder是柱 然后Cone是锥 椎就是一个类似斗粒的东西 那Grid是立方体 但是它已经被切成很多格了 那Monkey是一个猴子头 一个猴子头 Taurus是田连圈形状的那个东西 那待会呢,我们就让各位每一个都加一个进去 那你就知道说,OK,基本的物体有这些 那所以我们可以新增物件 先把你的3D游标放在你想新增的位置 按滑鼠的右键 然后呢,滑鼠的左键 滑鼠的左键点一下,那个游标位在位置上 然后呢,就选刚刚的这个ADD 然后你要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新增物体 好,那新增完之后呢 你可以按一下F12 F12它会出现那个你拍摄的画面 好,看成像结果 那看完之后呢 你要回到原本的3D世界 你按ESC ESC Escape 它要回到原本的3D世界 这个F12的这个成像视窗会关闭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就请各位练习做一个这个东西 把球、锥、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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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甜甜圈、还有猴子头 都放一个上去 好 那就反正每一种你都放一个上去试试看 也不用记哪一个 我这里放的比较代表性的而已 好,那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 那在我的世界 我先把我的世界的位置调好一点 好,我的世界是这样 好 那你有时候你会怕说 我的放的东西呢 跑出相机以外 这样我按F12的时候 成像就会发现说我照不到 那如果你没有照那里 你就算有放那个东西 你也看不到 我按ESC可以跳出来 那所以呢 现在我就干脆把它切到一个 叫做相机视角 好,我切相机视角 这样我放进去一定 那些东西一定会在里面 好,相机视角在这个 view的camera 好,选一下这个就对了 相机视角 好,选好之后呢 我来放就不会放到 相机视角的外面 好,那这时候我就按add 然后我可以放一个 cube已经有了 我放一个uvsphere 这球在这里 我放一个 再放 盡量每一个都放 盡量每一个都放 但是形状很像的 就不用放两次了 好,那你每一个都放也没关系 其实随便啦 我们没有限制 这不是作业 ok,我放了追 然后呢,接下来我再放 放一个hode 什么 九宫格 九宫格 那个就是魔术方块那种东西 然后猴子头 然后再来放一个 记得移动你的3D游标 不然它会一直叠在一起 移动你的3D游标 按滑鼠的左键 好,甜甜圈 好,这样子就都放了 好,那这时候放好之后呢 你就拍一张照 按F12 你就会发现 ok,都有 那这里会有同学发现有个问题 我的甜甜圈怎么是黑色的 有啊 那这是正常的 这待会我们会解决 如果你急着解决的话也可以 就是因为我们先回到原本的视角 你会发现我甜甜圈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灯在这里 我的灯在这里 但是呢,这个 这个立方体已经绑住我甜甜圈的灯了 所以它根本照不到 所以甜甜圈黑色的是对的 OK 这样知道意思 所以你如果觉得太暗 觉得太暗 可以多加几盏灯 我们现在还不教各位怎么多加几盏灯 好,顺便啦 就再教各位怎么加几盏灯 因为ADD也可以加灯 ADD这边呢 我再加一个灯 这里有一个lamp lamp lamp这边有一个point是点光源 点光源就是 就好像一个灯泡那种叫点光源 上是太阳光 太阳光的特性各位 记得吧 因为它是很远射过来 所以它应该是直射的 而且所有的光线都是平行的 那spot是聚光灯 就好像你如果灯泡上面加一个灯灶 那个就叫聚光灯 那hemi hemi这个 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它是什么光源 那area是区域性光源 区域性光源 那在这里呢 其实可以试着加点光源就好 因为spot的聚光灯会变成有舞台效果 那我再加一个点光源 在INF12 你就会发现这里没有那么暗 没有那么暗 那这个甜甜圈本来是全黑的 现在已经有点亮度 如果你加的太近 或者是太多 就会很亮 那这一段我们是告诉各位 怎么新增物件 怎么新增物件